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理财Superman 今天台股大涨100多点 其实现在指数已经来到了万七的关卡 到底能不能在收盘站稳万七这件事情 我们收盘以后再来看 不过投资朋友可以发现 最近的盘面越来越有秩序 越来越有逻辑 不像之前涨一些乱七八糟的投机股 然后这些股票我们也都没听过 现在你会看到昨天电池股 整个全部喷出像是聚合康普美琪 其实车用电子先从电池开始 然后慢慢的扩散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说 投资的主流慢慢形成 这个东西叫做台股渐入加进 到底后面台股能不能继续涨呢 以及接下来可以往哪一些方向去做布局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叫做散户的信心不减 9月份的证券划播存款余额继续创新高 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整个中央银行 每个月都会去做统计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它就表现出了目前台湾的投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 因为其实大家要去买股票都会有一个交割户 这些交割户里面的钱其实央行都会把它统计起来 那到底有多少钱是放在交割户里面的呢 那其实作为这个指标已经连续11个月创新高 其实代表的就是投资人还是很想要买股票 因为如果你不想买股票的话 你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交割户里面对不对 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散户的成交占比在下滑 融资余额也在下滑 这是央行讲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前阵子台股 其实不断的在做修正 然后上下大幅震荡 洗到很多投资朋友很没有信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慢慢觉得先观望一下 先不要玩好了 但是其实我们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 有一个东西叫做M1B跟M2 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 也讲过很多次了 那其实详细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讲了 最主要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差额 它就是去解读到底整个台湾市场的资金充沛程度 那目前都还是处于黄金交叉 也就是M1B大于M2的年增率 那这样子其实是对于整个台股的资金 是有利于多方继续上工的 那我们把图画出来给大家看 黄色这个一根一根一根的棒子 就是M1B-M2的年增率 那其实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在零轴以上 也就是它是持续成长的 也就是M1B增加的速度 比M2还要来的更快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代表是说 整个资金持续的有在活络起来 因为M2是一个比较慢的钱 M1B是比较快的钱 所以快的钱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那自然而然的股市 它们的流动会比较快一点 那行情也容易继续往上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边的框框 其实那个框框是在2014年底 当时M1B跟M2出现了死亡交叉 那整个黄色的棒子就掉到了零轴以下 后来其实台股就出现了 一波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但不是说这个指标掉到零以下 就一定会出现修正 那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好像只要台股的经济面不错 再加上资金动能很好的情况之下 股市就容易出现一波涨幅 过去一段时间也都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要告诉投资朋友的是 在资金动能无语的情况之下 而且台股的经济基本面 也都还是维持的相当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说指数一路奔回万点以下的 几率真的不太大 那投资朋友可以在这个地方 多给自己一点信心 好 那我们其实最早就是在10月5号的时候 大家有看到那根长长的200点下影线 那其实在那根下影线 我们也不敢说当时就是最低点 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 但是在过了两天以后 也就是10月7号 一根大红棒往上涨 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了 后续行情可期 那我请投资朋友要把握换股的好时机 因为当时起涨往上拉的时候 是由台积电全资股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中小型股票 根本就还没有动 那如果过去一段时间 你有一些比较套牢 比较深的股票 你可以趁现在赶快换到一些 也跟着下跌 但是它是比较有机会的股票身上 以跌换跌 那等到后面的行情涨起来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参与到 我当时是这样子讲的 那10月7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台股的日K 就是在整个台股出现的波段低点以后 往上两天以后 我说后续行情可期 结果指数连跌三天 有个不给面子的 但是你看它虽然跌完了以后 但是就持续的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这段期间我们就看到 类股开始轮动 它不是只涨单一的一个产业 而是慢慢的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轮流来 很多股票可能先涨一天 涨两天 以后就先休息 但它没有跌 休息完是为什么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目前成交量不到3000亿 这些资金就会跑到其他的股票 换其他股票 涨一天涨两天 这样子是为什么 因为你资金在有限的情况之下 你要在这个地方 逐出一个漂亮的底部 你的资金就要轮流去跑 这边先涨一下 或那边又涨一下 等到所有的股票 底部都开始轮流落底以后 你想想看 后面会不会有一波大行情 一定会有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说它一路的走高 然后很多的类股 开始出现轮弹轮动 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在10月7号 或是在更早之前 你已经把握了 以股换股卡位的好时机的话 其实这段期间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应该表现都不错 好 那我们看到 今天加权指数的状况 也真的是一路走高 虽然说中间稍微震荡了一下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真的资金确实在轮动 在各个不同的族群里面跑 所以其实像昨天的车用电池 今天都还是相当强势 但是更多的像今天 有很多的车用电子股 慢慢的一些零组件 也都起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我要再次强调 这个新台币的指标 大家也要观察 你不能只看股市 你也不能只看股价 有很多的经济指标 你要同步的拿进来看 其实像新台币对美元这个指标 在前一阵子 因为国际有风险 所以资金回流美国 这个时候台币就贬值 但是最近怎么样 国际状况好像又稍微稳定下来了 风险趋壁的状况 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资金自然会回来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资金回来台湾 再加上本来国内的状况就不错 这个时候股市往上涨 真的是相当合理的 那在昨天我有上东山财经 每一次上东山财经 主持人阿关都会问很多问题 那每一次几乎必问的 就是关于航运股 那其实我们看到 他就昨天问说 各位怎么看航运股请举牌 认为会续涨的给圈 认为不会续涨的给差 结果怎么样 五票圈一票差 那刚刚好又是小弟本人我 特别的不合群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给投资朋友一个比较 我们认为的观点 那也不是说他一定对一定错 而是我们认为了 他的营运高峰已经过了 那目前第四季台股 有很多的电子股将会成为主流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提醒投资朋友 那手上有这些紧细循环股的 你还是要把握时机 赶快去做换股的动作 然后去把握这些行情 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喷出 才不会就是到时候 人家的股票已经喷出了 结果自己手上的股票 好像都没动 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 好那我们昨天 其实在东山财经上面 分享了不少的股票 那包含了电池股 其实今天的表现也都是一样很好 康普也是继续涨停板 利凯KY也是继续涨停板 那聚合在刚刚的时候 也已经大涨了6.6% 所以这样子的涨势 我认为会扩散出去 不过这个地方也是提醒投资朋友 在万七的整数关卡 容易出现震荡跟卖压 所以不要过度最高 有喜欢的股票等拉回再卖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从哪些角度去挑股票 其实一个指标 你如果在我们群组里面 你一定知道 我很喜欢用头本比跟外本比这个指标 那在上上个礼拜的playgo里面 我们用头本比帮大家挑了一档3141的金鸿 金鸿的股价怎么样 今天又涨停板了 你要知道 它前几天已经喷出一根涨停板 它的波段涨幅已经将近30%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可以跟着法人的脚步走 那不管是跟着外资也好 跟着投信也好 跟着他们已经大买一段时间的股票 但是股价还没有表现的 这些股价会相对的比较安全一点 那我认为其实在明年第一季经济数据落底以后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今年的第四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时间点 投资朋友真的不要太过于没有信心 那行情会在这边上下震荡反复测试 那只要有反复测试 有一些好股票的价值浮现出来 都是投资朋友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股票 更多的财经知识 更多的产业分析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想要知道什么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